廣州南皮書《廣州城市國際化發展報告2024》發布 通過城市評價篇、國際經貿篇、交往與傳播篇、國際化案例篇 評價廣州發展狀況,提出助力廣州發展的路徑和對策 南皮書指出,廣州積極推進越港澳大灣區建設 在高質量發展方面,發揮領頭羊和火車頭作用 同時,廣州通過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系統提升基礎科研能力,加強重點行業科研攻關 著力提升發展的內驅動力 不斷強化在全球城市體系中的發展動能 在全球的城市排名體系中,我們依然穩居了第一方正 在對外貿易的發展上,我們平穩地運行 以興致生產力來驅動的支撐功能較強勁 我們的國際綜合交通樞紐領域 我們廣州是全國最為優秀的 具有國際綜合航空樞紐、航運樞紐 還有鐵運樞紐為一體的綜合交通樞紐 第三個方面,廣州國際品牌形象的打造 以及我們國際傳播能力的建設 廣州的城市故事在國際上廣泛地傳播 藍皮書指出,廣州在經濟發展、開放程度 和科技創新三個維度提升空間較大 未來對於建設中心形世界城市的發展重點 應該從國際規則機制銜接、國際化服務優化、 國際化環境提升、國際交流合作深化等方面著手 提高要素聚合力、開放聯通力、生態支撐力、 全球貢獻力、實現城市高質量國際化發展 同時,廣州可以以托高等教育資源集聚的優勢 加大人才吸引、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 不斷完善國際傳播體系構建 我們認為整個北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應該進一步去在硬件和軟件的聯通上 進一步去升級廣州在全力打造國際化的 移業、移居、環境 在中心形世界城市建設的背景下 我們開放、歡迎全球的人才 來到廣州生活、就業